幾件事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雲端的位置 問訣就不用再寄 第二個就是ChargePT 請各位務必花點時間去嘗試看看 我們剛剛已經利用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REPT 這個問題把一個答案給做出來了 所以他馬上幫我把答案給做出來了 接下來的話第二個問題 其他後面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題目 像這個切到Labs好了 那首先的話我是建議 各位一定要先學會函數的使用方式 所謂的函數就是假設你如果不透過ChargePT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上面的fx這個插入函數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切到它的類別裡面全部 假設全部這個點擊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清單 下方的清單從A、B、S一直往下拉 拉到RETEXT 其實這個總TOTAL數量 以官方的說法應該是400多個 但如果你假設你真的想要算的話 我幫你慢慢算好了 我是不會有這個時間去算 以前是我大概簡單算大概200多個 比較舊的版本200多個 慢慢300多個、400多個 OK 那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就是剛剛這一道問題 如果你不要用ChargePT產生的 而是自己要做的話 比如說你自己用 假設你會用函數的話 那一般習慣是第一個 油標位先放在C3 按插入…有沒有 按下FX就插入函數 理論上我會利用類別的方式去找到 我需要的函數 那因為REPT跟文字有關 所以你可以從類別裡面找到文字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往下找 因為是按照A、B、C、D排列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REPT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REPT 那當然一般使用的習慣是 你可以看到REPT之後的話 然後你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些相關說明 理論上它會告訴你幾個你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你需要幾個參數 目前看到應該是兩個 一個是TES 那如果以後你如果看到TES 理論上是文字 REPT它是重複什麼字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你要重複什麼字 那重複的次數有沒有 就是第二個參數 那當然底下也有一些文字的描述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文字描述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去點選 函數說明 裡面的話有更詳細的說明 OK 你可以點選這個 函數說明 它會跳到一個網頁 裡面有這些相關的說明 不過寫的其實是非常不友善 應該好像感覺是陰帆中過來的 OK 然後這個地方 那使用的方法第一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因為有兩個參數需求 第一個 我希望請你告訴我 你要重複的字是哪個字 我要重複的字是星號 那如果你要輸入星號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在這邊加前後雙尾號移到中間 輸入星號 可是如果假設那個星號在幫我輸入 你可能另外要插入一個符號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 不會有點麻煩 所以假如你不用這樣直接輸入的話 有一個方法 因為在C3儲存格也有個星號 所以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直接點選這個C1 C1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當你點選C1的時候 它會直接把這個名稱幫你放到這裡 C1 並且在它的右邊顯示出 原來你是希望重複的是星號 然後幾次的話 你就直接點選Lumber Times 再點選B3儲存格 但是B3儲存格這不OK 因為它如果假設你按確定的話 它會顯示158顆星 因為它重複星號158次 欸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這邊可以除以多少 除以100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除以100之後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就是1.58 有沒有 那就是一顆星 可是你想說老師 可是1.58不是應該是1.58顆星嗎 跟各位講 這個星號沒有0.58小數點的 它沒有辦法幫你畫出 0.58這樣的一個星號 所以它只能取整數 OK 那所以其實你直接按確定 應該是OK的 但是一般習慣是 會再把它的小數點去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比較吹毛求疵一點 理論上可以在這個公式的外面 再包一個INT函數 一般INT很簡單 就是打一個INT INT其實是整數的意思 前刮弧 再一個後刮弧 那意思就是說 利用INT函數幫我取得整數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加了INT之後有什麼變化 其實你可以看右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 出現結果就沒有小數點了 OK 不過這個INT以這一題來說 可做 可不做 但是做了可能會比較精確 不過不做也沒關係 OK 好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得到的結果是不是一顆星 一顆星沒錯 但是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把它向下填滿 因為假設底下你要複製公式 那你可以利用所謂的填滿公式 他跟各位講 填滿公式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會直接幫你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是複製 但是複製有個規則 就是如果他看到儲存格 像C1跟B3有沒有 他會自動幫你把 假設向下的話 他會把他的利號 就是後面這個數字 自動加1 那你說加1會有什麼結果 比如我向下填滿 填滿一下 你說是不對啊 為什麼他得到的結果 跟剛剛不一樣 是錯誤的 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這邊IPTCE有沒有 指的是這個星號 那我剛剛講向下填滿 他會把CE怎麼樣 加1 所以你會發現他變成C2了 那底下變成C3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向下填滿 而不希望去改變這個儲存格的位置的話 你需要多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這個很重要 你必須在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有點像 我不要自動幫我加1的意思 那當然理解比較簡單 就是鎖起來的意思 鎖住第一列的意思 OK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這個公式 你是指向CE儲存格 可是卻沒有在1的前面加上錢的符號的話 那一定會出錯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你如果指向固定的那個數字 不因為向下填滿 而造成錯誤的話 記得這個錢的話一定務必要加 OK 打個勾這樣OK了 向下填滿 好 這樣完成 所以剛剛的公式 除了可以用CHALGBT 它自動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剛剛那個不需要 因為剛剛它那個公式 並不是指CE 而是直接給一個信號 如果直接給個信號 那就不需要鎖起來 因為反正它就是固定那個信號 那如果假設說 你是指向這個儲存格 那記得這邊一定要加個 加個就是錢的符號 打勾一下向下填滿 這樣OK了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CHALGBT是可以幫你產生公式的 可是最後你也要懂得去如何使用公式 有沒有 而且最好是將來如果出錯的話 你也知道要怎麼修改 有沒有 如果假設CHALGBT它給你的忘了加錢的符號的話 那你就自己怎麼樣 加一下不是OK的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REPE 那個公式 這個如果假設你做不出來的話 雲端白板我記得好像都有把那個結果 把它放上來吧 這邊其實也有 底下這邊有一個類似的 這個是我把它結畫面 所以公式上面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那也就是將來我只要有做任何的動作 我會把解答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擔心找不到的話 就自己找一下 我看現在應該都OK 好 試一下這個部分